大家好,这里是小明健身前的样子 就虽然看起来不是很胖 但是体脂肪是算高的啦 然后经过了一年半的训练 然后小明健身过后 就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肌肉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要教薪手怎样分别 肌瘦和肌肉 如果你想知道要先缺肌还是肌肉 就请继续往下看啦 就刚开始健身的人呢 就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先缺肌 还是先缺肌 我看到很多的例子就是 either他们一直都在抱 就是try to缺肌 要不然就是一直在cut 就是try to lose fat 然后这种训练呢 还有饮食方式呢 很多时候就达不到他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 自己应该先缺肌 还是先缺肌 这样子才能够在短时间内 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啦 就是用简单容易明白的方式来讲的话 第一点就是看外形啦 如果你是胖子的话 体重过重 肯定是要缺肌 体型很小很瘦小那种 就肯定是要缺肌 第二点呢 就是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想要 看到自己的腹肌啦 如果看不到的话呢 就肯定是要缺肌 如果你看到的话 你不是很满意那个尺寸的话 先缺肌 就是缺肌先 然后如果你看到了 但是不是很满意 那个线条就好像你只看到10块 你想到6块的话 你肯定是要先缺肌先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看身体肌 然后这个就比较技巧一点 然后你就要看自己的身材 是属于哪一种啦 如果男生的话呢 一般健康的范围是 6%到24% 然后女生的话呢 48%到31% 如果你是超过这个范围的话呢 就要减肌啦 就要缺肌 如果你是少过这个范围的话 就要先增肌肌 或者是肌肌先 然后第四点呢 就是看BMI 如果你想知道BMI怎么量的话呢 就看下面这里的方法 然后健康的范围呢 是18.5到24.9 如果你是严重超过的话呢 就先缺肌肌 如果你是严重少过的话呢 就先肌肌肌 或者是肌肌 这里咧就是要跟大家讲咧 身体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进行肌肌肌 还有肌肌肌肌 如果肌肌肌肌的话呢 就是你每天摄取的范围 少过你身体续续的范围 如果肌肌肌肌的话 就是你每天摄取的范围 超过你身体续续的范围 这样子的话身体才会更加有效地 进行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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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 还有其他线条感呢 大概是在18%或者以下 就是健身前的小明呢 这种身形 就属于微胖 就不是特别胖 但是又没有瘦到可以看到腹肌 或者是肌肉线条这种呢 我那时候就建议它 先增肌 然后再剪肌 然后呢 就有人问我 如果我的那个体重呢 不是重到像胖子 但是又没有瘦到像瘦子 这样子 我要怎么办呢 如果是在增重的话 我就很胖了 我再剪的话 又太瘦了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然后针对这种身材的做法呢 技术来讲呢 要怎么做就是 就是先做身体改变 然后加上Lim Bokin 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 把肥肉变成肌肉的做法 简单来讲就是 你每天吃的卡路里 就是刚刚好在你的需求量上面 可能可以高一点或者低一点 然后同个时间你专注于 增加健身时候的表现 这样子你就可以达到 同个时间減肌和減肌的效果了 看你蛮点疑惑的样子 你是不是想问 肌瘦和減肌減肌 分别要做什么训练呢 然后就有很多新手 一到健身房就不懂要做什么运动 然后到最后就只会用跑步机 然后又不好意思问别人那个器材怎样用 然后练的是什么位置了 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 肌瘦的入门动作 动作很简单 新手也可以上手 然后Squad的准备动作就是 双脚打开 然后跟肩膀同宽 脚尖一点点向外 然后收腹挺胸 然后臀部带动 就可以开始往下蹲 一set六到十二下 重复做三set 然后Cable Roll的那个准备动作就是 手握着Handle 腰踩着踏板 然后坐直 把身体固定好 Handle往后拉 一直拉到自己腹部的位置 就连续做六到十二次 然后做三set 接下来这个动作就是Push Up 它的准备动作是 两只手立着 放在凳子或者地上 然后弯下腰部 直到九十度或以下 再把身体推回起来 这个动作连续做六到十二下 然后重复做三set 接下来这个动作就是Lap Pull Down 那个准备动作就是肩宽多一点 手握着Handle 脚顶着Ped 固定你的身体 然后用力往下拉 直到下巴后以下位置 然后再慢慢把Handle放回上去 然后这个动作重复六到十二次 就是做三set 跟正经相比 简直的训练就注重的是高效燃止 所以就推荐你们做Habata Habata运动整个过程就会用大多数的肌肉 然后它是高强度的运动 20秒 然后休息去10秒 做八个动作 所以整个set大概是四分钟 一般上大概是四到五个set就很足够了 如果能够做更多的话就更好啦 这个就看你的自己的体能有多好 下一个简直运动就是跳绳 就是开始跳绳的最好的方法 下来就是在慢节奏的做二十秒到三十秒 当做一set 做个五六set这样子 慢慢加长你的时间到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这样子 然后从时间下来就可以培养你的协调性 加强你的消水肌肉 强化你的角落 强化你的核心力量 接下来就是慢跑 就是你可以在慢跑还有走路之间互相交换 从四五分钟开始就一直增加到三十分钟或以上 就总结来说 这两种的训练方式其实看起来差不多一样 它的差别就在于 脚弹的那个重量还有强度 是比肩瘦还要大 肩瘦的话 你们还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 来让你燃烧更多卡路里 就是当然不管你是肩瘦还是脚弹 在做运动之前都要先热身了 要不然的话就会这里痛乱一痛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健身知识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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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